一怒 大胡子 表情暮暮远征 身体力大无穷 作战指挥却鲁莽无比 擅长使用杖八蛇毛 将敌将斩于马下 了解三国历史的朋友 一眼就看出这是在描述张飞 这是张飞在三国演义之中的经典形象 也正是这个形象 让张飞在整个三国故事之中的经历 充满了戏剧性 也让这个他的个性更为鲜明 可自从位于四川的张飞墓 被考古学家打开 历史中张飞的真正面纱才被揭开 此时人们发现张飞 居然并非演义所描述 甚至与演义中截然相反 是一名胆大心细的美男子 人尽皆知的张飞墓 却无人研究 一朝开启墓穴竟有惊人发现 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大讲堂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张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 在今天中国人的认知之中 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思维定势 但其实在之前明朝的时候 这种习惯还没有形成之前 正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罗冠中的三国演义和西进承受的 三国志为大家描绘了两种形象 至于具体是哪一种 很多人没有见到具体的张飞遗迹和出土文物之前都是不敢断言的 这种情况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 张飞墓葬出土了 而且里面的文物遗迹表示以前的我们其实都错了 张飞古墓是在被盗墓贼破坏的不像样子之后 考古学家们才开始了对于张飞古墓的发掘工作 在重新打开的时候 首先是基于人道主义上对于祖先英雄的敬畏 大家都沉思哀悼了一会儿 然后开幕之后 发现已经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了 因为许多文物被拿走的痕迹 在不同颜色的泥土之上呈现十分明显 正当考古学家和学者们大失所望 以为张飞古墓又成为了一座空墓的时候 陪葬坑的方向有人说出土了不得了的东西 原来在更加深层次的地方出现了很多书法字画 这些书法字画因为在更深层次的里面 当时的盗墓贼可能是考虑到时间以及周围环境的关系 只是在张飞古墓的前表层次搜罗了一番 就匆匆地离开了 不然被抓住了也是有他们好果子吃的 但大家看到张飞古墓之中 出土了东汉末年的书法字画的时候就十分的疑惑了 因为张飞是一个武将 而不是文人 当时在场的许多考古家可能习惯性思维 都还在《三国演义》这本想小说的描写之中 很多人虽然看过陈寿的《三国志》 但没有办法 人的大脑之中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最为熟悉的东西 所以陈寿文字之中 描写张飞是一个尊重世纪大族 喜欢和文人雅士交往的那种情形 没有浮现出来 第一时间浮现 反而是作为小说演绎逗大家开心的张飞鲁莽形象 后来大家经过和史书之中的描写对比 发现这里面出土的书法字画 大部分都是张飞自己临摹和绘画的作品 其中的文化艺术价值很高 张飞的书法也是独具一格 毕竟这些作品在时间可是在书胜王羲之之前的几百年啊 最为吃惊的都还不是这些 是古墓开关之后发现一幅人物画像 整个人物看起来斯文白净 彬彬有礼 略微瘦弱 英俊飞长 大家一时间都猛了 以为这不是张飞墓 而是周瑜或者江维墓 张飞正在军营中夺步 他突然叫来了两个手下 范江和张达 命令他们二人三天置办白棋白甲 大概由于嗓音的宽厚 两个手下听成了白棋白甲 心想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可能完成 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 又该如何交代 二人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回想起了张飞的为人 脾气暴躁 性格琢磨不定 经常打骂手下 没有丝毫的慈悲之心 一番商量后 二人来到了张飞的跟前 请求他能多给点时间 张飞一听 以为二人不乐意为自己效劳 变个字鞭打了五十下 二人拖着满身的伤痕 重新商讨了一番 他们一致地认为 张飞心狠手辣 如果完不成任务 到时候也会被处死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便萌生在二人的头脑中 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 密谋地将张飞杀死 这天 二人看到张飞 似乎喝了很多酒 一副不省人事的样子 眼看机会就在眼前 于是二人手脚利索地 将张飞的头颅砍下 之后还拿着张飞的头颅 逃到了东吴 就这样 一代英雄便惨死他人手中 回头想来 如果张飞当时下命令的时候 可以多重复几遍 以及后来在手下申请宽松期限时 他可以耐心地和手下沟通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在二哥关羽被东吴杀害后 张飞心中不痛快 心想此仇不报非君子 于是 就想找个机会讨伐东吴 那时的他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 整天喝得烂醉如泥 加上本身脾气就有点暴躁 这时 但凡士兵们犯了一丁点小错 他就大发雷霆 经常鞭打士兵 正是因为这样不人道的做法 不下对他是越来越近而远之 甚至有些人对他的做法 更是嗤之以鼻 经常私下埋怨他 关键时期 刘备 诸葛亮等好友都不在身旁 自然而然也就劝不了他 悲剧就这样 一步步有征兆地来临了 张飞向来对文人君子尊敬有加 因此追随刘备南征北战 驰骋战场 从来都是兢兢业业的 后来 他立下了很多汉马功劳 地位也进一步地提升了 可后来 他居然鞠躬自傲 不把手下人放在眼里 为此 刘备还经常告诫他 你用言行频繁杀人 天天鞭打手下士兵 回过头 还要他们忠于你 不能背叛你 时刻为你办事 这不是等于将自己 推入众人悠悠之口中吗 可是张飞却像个孩子一样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根本不把此事放在心里 认为不应该把时间 放在无关紧要的事上 谁知 最后却因此丢了自己的性命 这些不起眼的外在或内在的原因 虽然平时看起来不起眼 但如果一直不在意 最终必然会酿成大祸 一句古话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如果想要有大作为 必然要有一颗仁慈的心 在下属面前 要有以身作则的榜样 张飞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之中 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说 张飞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 平日之中最不喜欢的 就是五文弄墨 另外一种说法说张飞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儒匠 最喜欢和世家大族之中 有学识的人交往 自己的书法绘画和古代读书人精通的技能 他也都会 只不过后来 罗冠中的小说形象妖风压倒了 陈寿先生的东风 是想要是张飞真的是一个 不识字的鲁莽大汉 为何他的家族产业 能够在他的手中欣欣向荣 成为当时的富豪之家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